在桌上看到我們現在準備要開始吃 香菜水餃 我想先吃一下原味的 好 感受一下原始的香菜味 有嗎 有 它加新鮮的香菜味道 這個有 香菜滿明顯的 這個真的是應該是好物分明 因為它香菜味道真的很明顯 我個人是真的很喜歡吃水餃的人 但是 但是他家人很海 海色很好吃喔 這是香菜抓餅嗎 現在是點心時間我們來吃這個 糟糕也是沒有香菜味 它真的是木舌嘛 而且蠻好吃的耶 你不跟我講 我不知道它是香菜抓餅 那你會覺得什麼 就沖抓餅 對啊 沖抓餅 好 我現在要再來嘗試看看 剛才大家看我們吃拌麵的時候 我們要吃到椒麻的 對 椒麻的調味 我怎麼覺得反而有香菜味 對啊 為什麼會有香菜味 對不對 加到椒麻都反而有香菜味 會把它屁出來 我覺得有可能這裡比較集中 這裡 它可能有那個雞 有 這裡我又是 它還有金在這邊 啊 金咬開味道比較重 就是金味的 葉子其實比生酥味道的 有有有有 這裡有 這裡有比較多香菜 我們現在來喝一個 老闆特調的這個 香菜味 沒有對外販售 沒錯 那如果有興趣的 各位點下面文章連結 我可能會寫在裡面比例 那大家要先買他們的香菜粉 才可以調出正統的風味 這是抹茶牛奶的感覺 它的確是有抹茶的那種感覺 因為加上它加牛奶 會覺得香菜粉沒有那麼的苦粗 我覺得如果是不喜歡香菜的人喝 就會非常勇敢 因為像我其實還是喝得出來 有香菜的味道 這是我們的香菜歐文 那跟剛才前面出現的香菜拿鐵 有什麼不一樣啊 這下面呢是香菜粉 泡著喝 上面這是咖啡店大家常見的奶泡 上面是香菜粉 比較粗 比較粗的那種香菜粉 如果想喝的觀眾呢 可以去北斗鎮風向咖啡 我只聞得到奶的味道 其實我覺得跟剛才的那個 拉鐵的味道蠻像的 就是牛奶 我只喝到奶泡 奶泡很好喝耶 我很樂意在把它加在 任何咖啡或奶茶上面 但是我還沒有喝到那個香菜 所以現在就變成主角了 對 它的奶泡真的很好吃 它不行了嗎 我是覺得還好 它上面其實是蠻濃郁的 可是下面比較清淡 所以它有一種平衡的感覺 你不跟我講 我以為是抹茶 汁 我下面頂多只會覺得是某種 草的飲料 你說是蔬菜汁之類的 對 但是我不會覺得它是香菜 上面那個香菜的味道比較明顯 但是它泡開的話 我有 還好 我覺得是蔬菜飲料 總結下來就是說其實 想吃奶泡還可以去風向咖啡 沒有啦 看啦 香菜如果搭配牛奶 這奶泡真的很好喝吧 很厲害 會很剛好吧 對對對 他們兩個其實是蠻大的東西 如果你很怕吃香菜的話 你可以試著加一點牛奶進去 所以你點了 點了蚵仔米霜 老闆不小心放個香菜 就把牛奶倒進去 不一樣 不一樣 這顏色看起來很像便秘在喝那種青汁有沒有 日本在賣 可怕 那種 這個真的是濃濃的草味 熱水然後加了滿滿的香菜 等一下這個真的是處罰 尤其算對老闆很不好意思 我現在來進行一個非常非常臨時被cue的活動 臨時動議就是要猜拳 猜拳 第一個人笑掉 第二個人反廚回來給另外一個喝 蛤 不要鬧了 不要鬧了 完全一個人要把他笑掉 但是猜輸了 要加香菜粉末然後笑掉 那我們三戰兩勝 好好好 Let me go 剪刀石頭布 我出了 好可愛 一二三 剪刀石頭布 什麼啦 大家可能以為我有串 沒有 並沒有 真的在玩 一 剪刀石頭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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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緊張 再一次 剪刀石頭布 剪刀石頭布 我覺得這個味道應該蠻驚人的 好辛苦了 好辛苦了 直接喝完嗎 一二三 我突然想到我們剛才去採香菜的時候 然後我就採得很高興 然後這跟採收的大姐聊天 然後她就跟我講說 吃香菜可以變漂亮喔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變漂亮或變白的話 都可以吃香菜 像我跟她那樣吃 如果不相信的話 大家可以把這影片往前拉 拉到她剛開始吃的時候 跟現在比較看有沒有變漂亮 她也不算成功 去拍攝 什麽 在這裡 在這裡 大級 吃香菜 吃香菜 吃香菜